寒冷天氣警告繼續生效 受強烈冬季季後風影響 上午天氣寒冷 天文台錄得最低9.9度 是入冬以來最低 預測明天早仍然寒冷 清晨近5點 大霧山有霧又有雨 氣溫只有大約5度 有市民無據寒冷到山頂踩單車 未算太冷 今天不太大風 如果大風就很冷 早幾天就算是十多度 但大風也覺得很冷 有人上山亦有人下海 在大環山海旁 有泳客堅持游早水 給了平衡魚去吃 這個水很好吃 這支豐不豐不豐不豐 今早不冷 有些水捏的 上岸就冷 差不多和平日 今天都好一點 沒那麼冰凍 不想起床 不過要堅持 對身體好一點 天天都在冬泳游了很久 不凍是騙人的 當然少少冷 差不多是水溫和沉沫 好像暖過現在 現在開始涼涼了 有沉溫的市民就穿多衣服 雨絨和舞都出動 出不下冬蟻 容易用 今早出門口比較低 比平日低低低低低低的 鐵文台說 一鼓強烈冬季季後風 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寒冷天氣 今早各區氣溫 普遍降至10度和以下 九龍城錄得最低8.6度 元朗和打鼓岭分别录得7.7和7.1度 大武山和大老山就更加冷 只有大约4度 今天的天气方面会是多云有几阵雨 最高气温大概是在12度左右 风方面会吹清净的偏北风 初时离岸和高地会是间中吹强风 在云雨预报图上都可以看到云带会转薄 天色都会逐渐转程 天文台预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 日间天色较为明朗 随后几天天晨干燥 日间气温回升 但早晚仍然清凉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天